一行的跟流兩行的 如果一行的話就是 Ctrl Shift加1ND 那一樣的方式的話呢 就是複製 切到1月 貼上的位置的話 因為我們已經移到這個位置 因為移到這個位置一樣 再把它貼上 那再來就3月 一樣的流程 有沒有 所以這樣的話呢 我們就可以把 我們需要的資料 全部集中在哪 全部集中在我們要的 這個第一季裡面 OK所以這裡的話我想各位試試看 這個是上個禮拜最後 講到的部分 那移動其實在這個部分呢其他都沒有問題比較 可能會問題就是說如何 讓游標移動到這個範圍的 最後一列 其實就這一行 所以前面 好像前前幾天有同學 我們上課同學也有 他沒有問我 這個部分要怎麼移動到這個範圍的最後 一列其實就這一行 那這一行跟前面那個 我們偵測最後一列 其實只差別在這個地方 點slate 是去選取他 點roll是取得他裡面的 哪一列 所以這個地方 恐怕需要記的大概是這樣 那綜合起來 就可以做出我們要的結果出來了 那後面的話呢 還有一個需求就是如果 今天有沒有 我 我如果再再跑一次 比如說我今天假如說我要把它刪掉 比如預設狀態是沒有的 那如果說我今天希望怎麼樣 他如果不存在的話 那我就去增加他 好 那如果他存在的話 我先刪掉他 因為舊的嘛也許你下一次你要怎麼樣 再去 執行他 對然後 那可是你一直行他第一季都存在你不能再新增一樣名稱的工作表 所以如果他存在的話 你要把它刪掉 再新增一個的話 自動化 處理以後的話 比如說你今天 原來就是 這樣 比如說原來 原來就是 1到12月的報表 1到12月的 資料全部都在統計下都在這裡 那我今天以後的話只要按一下 也許上面這邊有個按鈕 我就怎麼樣 上面有個按鈕按下去之後有沒有 就全部都幫我處理完 那我只要看 最後 一個 一個序詞一個工作表 那我就可以做後續的處理 也許我可以再做多一個按鈕 按下去 他就幫我把所有的那個報表通通列印出去了 然後呢你就可以把你的 報表拿去給你們老闆 事情就就結束了因為之前要有個 有同學他會要來學這部分就是因為他每天都在做這些土法列鋼的事情可能他有 幾百個工作表他要全部集中在一起然後把印出去拿給老闆 結果後來學會學會這個部分之後 他以後就只要按按鈕 他的事情就結束了 但是他們老闆應該他他老闆也不知道他是這樣做了 所以他他們老闆還是以為他 還是工作量還是很大 OK 那這裡的話 我想你們試試看 那雲端白板部分的話 印象中 我有把它 我把它傳上去 請各位參考一下雲端白板上面的東西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sd 感谢观看